我是創立Ghibli銀席留學的創辦人居民 當初會想要創辦銀席留學公司 主要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英國留學的人 後來去國外念完碩士以後就發覺說 其實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有先後順序 有那些邏輯性的思考 你才可以知道未來自己哪一條路比較適合自己 國外在教育方面還是比較有著墨在說 市場到底需求是什麼 然後把它研究成一門學問 然後開成一個碩士課 我覺得我可以給學生規劃整個人生一點的路 幫學生安排未來之涯 我覺得大家應該是要用於去追一個你自己的夢想 你會比較有動力去做這件事情 我會願意開公司 然後做這些很繁雜的 例如說申請的過程式 因為我自己的夢想就是取自己社會 用自己社會 我覺得我出國留學得到我很多啟發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幫助所有的學生 如果只要他家裡的預算夠的情況下 我都很推薦學生出國念書 那我就變成說 我很想要把這個概念推廣出去 讓大家知道說 欸 出國念書並沒有你想要那麼難 他的預算也沒有你想要那麼高 我一直強調說 出國念書給我最大的優勢就是 我至少不知道怎麼分析 跟怎麼把一個事情邏輯化 流程的話就是基本上學生 他們會透過網站 或者打電話 或者是各式各樣現在的社交媒體 來聯絡嘛 包括粉專什麼之類的 聯絡以後我基本上就會主動打電話過去 你真的為什麼要讀這個科系 你念這個科系目的性是什麼 那他再來之前 其實我就已經會開一份所謂的留學清單給他嘛 就是學校哪些學校比較適合他 可是為什麼我可以做得比較精準 就是我有很多細節 生存的模式 或者是你說未來的趨勢導向 就變成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懂得怎麼去幫學生安排未來資料 如果你要能跟學生去規劃 每一個不同產業領域的科系 你勢必要在每個不同領域的市場裡面 都有一些小研究 我一直很想要做一些可以服務社會的一件事情 幫助社會上很多的人 如果然後剛好這個東西還可以幫你賺取微博的利物 你就你會有滿足感 然後你就可以再繼續的一直在幫助很多很多的 英系留學 這件事情是剛好兩個都可以滿足我 叫小研究所 叫小研究所 為這些人あり買不得們